那我们把握时间 为听众帮我们解答的问题 有个听众呢 给我们在我们的24小时电话留言了 他说他自己的长辈 他自己的这个奶奶呢 他的这个关节炎 退坏性关节炎 特别特别的严重哦 那每次呢 打针啊 吃药啊 就是缓解个几天 但是一样 旧病会一直在不断的复发 他想要知道说 怎么办呢 这种关节炎的问题 应该要怎么样解决 比较能够缓解呢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耶 我自己呢 小时候呢 骑这个autobuy 就是摩托车 然后十几岁的时候就雷残 就是摔车 然后我的膝盖 是磨掉一大块 虽然那时候年纪小 很快就长回来哦 但有时候大变天的时候 我还是会膝盖酸痛 我就会想说 哇 如果我到了这个更年期 或者是在更年老的时候 关节应该会更严重吧 怎么样保护你的关节呢 今天夸到小天使 超级赞 为大家找到呢 是最近正在办讲座 然后跟这个关节炎也有关系的 这是我们乐活50家CEO 而且是创办人 这是我们Amanda Lee 哈喽Amanda早安 小米你好 大家好 最喜欢乐活50了 每次都给我们这种免费的公益讲座 让我们可以上去参加嘛 对不对 对的对的 我们这些讲座都是免费的 讲到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膝盖的问题 特别是膝关节 其实还讲起来有一点点 有点sad 就是其实这个是真的是跟年龄有关 而且它是一个使用耗准造成的一个疾病 就是你年纪大了 一定你的膝盖用得多 那比如说像这个小米刚刚讲说 它比较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可能你是属于高危人群 所以可能要更加小心了 是是 那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提到 她奶奶是用注射的方式来治疗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其实治疗的方法有好几种 从初期中期到这个比较严重的时候 要做这个关节的致患手术 这些是50家的朋友 50家以上甚至不到50家的朋友 可能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身边总有一些长辈家人朋友 可能是有这个退化肌肌关节的症状出现了 所以我们特别在1月17号的下午1点钟 邀请了一位谷外科的专科医师李庆伟医师 来为我们乐活50家的朋友 做一场免费的医师讲座 OK 乐活50家的这个1月17号讲座 是下个礼拜一 那如果想参加的话呢 是不是有报名电话 还是说网站呢 怎么样跟你们联络 对我们有一个这个网站 可以直接上我们的网站去注册 都是免费的 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注册 OK 那我们的网站是happy50plus.org 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免付费的电话 是8008813466 8008813466 但是可能会盲线中 请大家留言 我们会尽快回电 太赞了 我们听说你有一个这个扫码的QR 可以给我们是不是 这样我们放在电视荧幕上面 如果是看我们华语电视或YouTube平台的 扫一下很快就可以报名嘛 没错没错 你用你的手机扫一扫 或者用你的微信扫一扫 马上就进去就报名成功了 太赞了 我们乐活50家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专门呢 是服务 其实不只是50家的人 就是50岁以上的人 任何人想要参加这个免费的公益讲座 我们都可以扫码 然后直接去 然后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可以听得到 这个医生为大家讲解 关于膝关节的问题 听说你们这次找到的医生 是这种长春藤名校出来的名医 是不是 对 一个大学霸 哇 对 他是耶鲁大学毕业 然后又念了康乃迪克的医学院 然后又去迈吉尔大学 做谷外科的这个专科医师培训 然后又到加拿大再去进修 所以是这个专业知识没有的说的 而且他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哇赞赞赞 所以是专科里面又更精专的这个专科 所以如果是他来做这个演讲的话 是完全我们中文听得懂 对不对 不需要再加翻译的吗 对对对 虽然李医师是在美国长大 但是他的中文算非常不错 所以他全程是用中文来做这个演讲 最棒的是他会做Q&A 就是他会接受这个参与者的这个答问 这个是最珍贵的了 哦太好了 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是非常好的 那我听说你们乐伙50家 每次办这种免费公益讲座 还会有小礼包可以拿 是不是 这一次也有吗 这一次没有 因为这一次这个演讲呢 就是说我们全部是专注在 这个医生的这个演讲 那因为他要来一趟很不容易 但是呢我们春节的时候 有其他的春节的活动 是有抽红包抽礼品的活动 好的那春节的时候 再次邀请我们的乐伙50 来帮我们做解说 展现我们今天Amanda 谢谢 如果大家对1月17号 我们的这个 乐伙50的免费的公益 讲座有兴趣的话 可以拨打800-881-3466 谢谢Amanda 下次再会 Thank you 拜拜 拜拜